欧阳,你打算去哪里玩呢? 那么爱购物的我当然是在香港这个购物天堂里度过啦 亮丽的橱窗,闪烁的装潢,样目的商品 走过香港的各大商城,就像是翻开一页页的潮流杂质一样 是啊,每逢假期,各地的旅客都纷纷的来到香港选择心仪的商品了 没错,香港不仅拥有琳琅满目的品牌商部 还拥有较佳的信誉保证和物美价廉的商品 吸引了广大的旅客光顾 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在香港有哪些著名的购物商城 首先,在香港岛区比较出名的购物广场除了有 泰国中心城,西盛广场,时代广场,山顶广场 这些普遍广为人质的购物必道地之外 还有一些拥有悠久历史的老商场 例如,虫光百活,新市百活和西港城等 Fashion World商品设置精美,收集了世界各地的品牌 深受现代年轻人的喜爱 此外,香港的山顶广场的景色也十分迷人 夸美的维港夜景也广受外地旅客的青睐 不过,九龙区的购物商场也丝毫不逊色呢 九龙最为出名的商场有全港规模最大的海港城 不仅可以血拼购物,还可以欣赏艺术的K11 拥有多个品牌旗舰店和电影院的右衣城 不分早晚购物热点和通宵达旦的娱乐集中地的APM 及休闲购物娱乐于一体战士广场The One等等 特别是尖沙嘴中心及帝国中心 它既可以逛各大商场 又拥有香港最长的露天茶楼 可以一边欣赏维港美景 一边品尝国际美食 而且,蓝豪芳也是旺角最大的商城和旅客们追捧的热点 在香港这座华阳杂处的都市 活跃着各大品牌的旗舰店和幕布侠街 物美价廉的商品 也使香港享有购物天堂的美誉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血病一次了 好啊,带上我一起去吧 今天的普通话一分钟就到这里哦 我们下集再见吧